下面我们来学习体温 体温在职业医师和助理医师都要求大家掌握体温的概念 以及正常值生理变动 那么大家的难点是产热或散热的平衡 以及体温调节 这大家的难点 也是大家重点考试时候经常考到该类的事情 好 我们首先来看体温的基本概念和正常体温 其实体温的概念和正常体温这个字字也没考到过 今天来考你可不可以呢 那么假如大家把体温都不知道 那就没办法做大了是不是 好了 什么叫体温 是集体核心部的温度 大家注意不是表皮的温度 核心部的温度 直肠温度这是最标准的 36度9到37度9 大家注意这是外国人喜欢用 我们中国人哪个是直肠温度呢 你在画骚 来吧 把这个体温器伸到你肛门里面 试一试 你干嘛 你不干 所以这个直肠温度很少测 第二个是口腔温度 那么它的正常是36度7到37度7 这都是正常的上线跟下线相差也多 这个也很少测 我想不干净 你如果是你自己的体温 那么你用个口腔 温度器扯一次 你说是假设公共体温度器到医院里去扯 我把这个人喊了口腔的 再把你来喊一喊 我估计你找跑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扯的最多的还是业务温度 36度到37度4 这个温度器我们名装上最容易用的 是不是 业务温度 车子比较多 食管温度就更少测了 比脂肠温度低一点的三度 一般来说很少测 所以这就是体温的概念 了解一下就行 我只能说其实目前为止 无论研究生里面都没考到过 但是都是大家要求掌握的重点内容 好了 经常考的是什么 体温的正常变动 这个考过多少次 研究生也经常考 里面也经常考了无数字 怎么强调都不会过 好了 我们第一个 昼夜变化 体温有周日 周期变化 每天每天都有波动 什么时候最低 什么时候最高 这个时间希望大家结束 在凌晨的两到六点 还没起床之后这个是最低的 就跟我们计数台语的一样 这个时候最低的 两到六点 那么午后的一到六点 那么最高 我总是记两个两到六 哎 两到六点最低 两到六点最高 其实是一到六 那么我为了好记吗 我总是记两个六 两个六 两到六 两个六 所以这样 昼夜变化 两到六最低 两到六最高 其实是一到六最高 每日波动不超过一度 也就是说你看看我们正常的体温 最低值跟最高值 不超过一度 就这个道理 好 第二个性别 女子的体温 比男子的体温要高0.3度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的男性的基础 比女性要高 但是这里跟大家讲 女性的体温比男性要高 所以女性更有热情 哎 谈朋友是个女性 你知道她动情 她怎么很有热情 你这样记记不是记住了 哎 男性你知道 哎 把这个女朋友搞到熟了 她就没有热情了 为什么 她的体度很低了 你这样记你就不知道她记得了 怎么说 但是男性基础在你的比女性高 为什么 男性大嘛 哎 要做能量 没有技术 技术能量代谢 怎么能行呢 哎 你这样记记住吗 刚刚相反的给她记住了 男人基础在你的高于女人 女人体温热情比男人要高 OK 你搞定了 是不是 因为这种东西几场考 你稍微时间一场 你又记不住了 你只有采用这种方法 反正不管你采用什么的话 只要给她记住就行了 好了 于你几乎你有个体温 基础体温 大家注意了 每天早上 起来没有活动的时候 在床上测的体温 这是基础体温 那么常常由于不孕症的这种病人的治疗 在过程中加在一起 做个基础体温 每天早上测 测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联系起来 划成医疗曲线 我们正常于联系附的 是双向曲线 什么叫双向 有个低温向 来月经之前 来月经之前 来排栏之前 排栏里这些蛮前期 那么是低温向 在排栏之后 投上高温向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体温车 左边的叫双向体温 正常成年人双向曲纹 那么表示有排栏 这个排栏日 大家注意了 这个排栏日 跟我们妇产科是不一样的 这个排栏日 在我们生理学时 排栏二最低 那么在我们 这个妇产科学时 排栏前一二最低 这两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说 这是我们讲的生理学 在排栏二最低 那么妇产科应该是排栏日 前一天最低 反正不管怎么样 大约就跟二十小时 就这个意思 好了不管这么一样 我们还是 生理学来讲 排栏二最低 排栏之后体温 就是高温向 高温向 为什么大家升高 0.3到0.6度 大家注意不会超过一度 为什么超过一度超过来 我们正常人体温的波动 所以大家是排栏之后 身高0.3到0.6度 所以这个就是高温向 高温向 大家看到大约就是排栏之后的时间 那么高温向出现跟什么有关 这个技术经常考虑 护长高也经常搞 胜利也经常搞 那是什么 运技术 为什么排栏排栏之后 可能怀孕嘛 可能怀孕了 但是他们也干坏事情 可能就不怀孕了 干了坏事情可能怀孕了 所以跟怀孕有关的技术 当然是运技术了 所以这个高温向当然是运技术 大家注意了 假如正常人的护理有余领期 假如有月经有排栏 那么这个是高温向 双向提问 有低温向有高温向 假如这个病人是不晕症 根本上就没有排栏 大家刚刚单向提问 没有高温向 排栏他没有排栏 那么就是说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高温向 所以单向提问的是无排栏月经 双向提问的是有排栏月经 那么他就把那排栏 跟不排栏修文开栏了 你通常结果马上给他搞定了 看你这个病人的不晕症 是排栏性的还是不排栏性的 那就会干了 无排栏性的 那你等着吧 那就人工收集 哎 有排栏性的 那么就是什么 可以治一治 好了 看看年龄 大家注意啊 我们刚才说了 性别是女子的体温 比男子的体温要高 那么年龄呢 新少年的体温 那么较高 老龄的体温比较低 这大家都知道 新少年 哎 代谢比较旺盛 体温稍微高一点 其中年人赤字 老龄人体温 体温就要低 因为他代谢不旺盛 那么经常用处理 就是新生儿体温 大家注意新生体温不是高 那是一波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体温调节中枢 还没有发现完全 所以他的一波动 不是高 也不是低 是一波动 波动的幅度很大 是这个意思 所以跟儿童不一样 儿童是高 新世的时候一波动 你不要打高 所以每一每 考到这个体温 正常波动的时候 都高高 新世人体温高 这句话是错误的 新人体温假设个个都高 他怎么有新世人应种症呢 新世人应种症就是体温低了 什么冻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只想一想想到你儿科学学的 新生人应种症 你都知道这个新生体温不会高 它是一波动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活动 其他的基本上没考到过 肌肉活动啊 体育激动 精神营障 即是产热 刚才我们讲的 对这个能量代谢有影响的这些因素 都可以影响他的体温 这时候体温会增高 这就是体温正常的变动 这个成长的变动 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 为什么 考了无数次 所以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 大家注意 再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0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 昼夜体温的波动 就是周期波动 那么特点是什么 大A 昼夜体温是周期波动 这句话对不对 对嘛 每天都波动 在凌晨的2到6点 体温最低 在下午的1到6点 体温最高 波动的弧度在0.3到0.6度之间 所以这句话是正确的 因此哪个正确呢 答案A正确 那么 午后4到60 最低 错误 应该是 清晨1到60 最低 上午8到4时 体温最高 应该是下午的2 1到6点 60 最高 所以 比较详细 错误的 周压的体温波动 弧度不能超过1度 所以 底下这种错误 体温波动 与生活中无关 有没关系 他二周期间的控制 是通过 四上河 来控制 下降到四上河 来控制 与生活中有关 所以 答案比谁理想都不正确 正确答案是A 好了 我们再来看机体产日 那么机体产日 就是维持这个体育疑 那么产日 大家首先了解的就是产日器官 哪些器官产日 哪些器官产日 那么 在安静的状态下 你坐在教室里听个 在安静的状态 没有运动 那么是肝 肝是他最主要产日器官 运动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是骨骼肌 骨骼肌 占力产日 寒产产日 或者代谢产日 好了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 新式中式脂肪肘子 参力 或占力产日 就是代谢产日 这个中式脂肪肘子 我记得这个研究生考过很多次 你们还没考过 中式脂肪肘子 他还考过他的什么 中式脂肪肘子 为什么会是 从他产日 新式的主要器官 为什么 因为中式脂肪肘子 还有一种 这个能够阻止 生物氧化 第一个 电子的 这个偶联的 叫-偶联蛋白 这种特殊蛋白质 那么也就是电子传奇积蓄 但是我不能偶联零散化 不能偶联零散化 根据能量守护的定律 这就是代谢出来产生的能量 它没有产生ADP 产生什么东西呢 产生热量去了 所以这个 新生日由于这种 中式脂肪肘子中 有一种 减偶联蛋白 所以它能够倒置产日 所以我记得有一年 研究师专门考过这个东西 中式脂肪肘子 成为 新生日产日最主要的部位 是因为中式脂肪肘子 含入特殊物质 这种物质是什么 减偶联蛋白 所以今年的考虑行不行 照样可以 好 这是产生的器官 安静状态下 成人肝脏 运动状态下 骨骼器 大家不要打安静状态是老主子 你家人打老主子 我真认识 为你着急 你这个老主子真因识 我估计真的老主子滑热了 那打错了 安静状态是肝 不是老主子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脑主子是耗氧最多的器官 那么产热最多的器官是肝脏 好了 大家注意 产热的过程中 也是个耗冷的过程 根据能量守护力 你要产热肯定要耗冷 那么 记忆体 我跟大家在前面 总的那时候已经讲到过 我要整个记忆体 那么50%的 收入的能量 营养物质 那么都维持了体温 还有33% 就是30%吧 维持了拉宝的运转 所以拉宝的运转 占30% 能量的维持 体温的维持占50% 这两个就去了80% 所以做外公啊 其他的这些消化的能量 所以食物产生的能量只有20% 所以人体大都是能量 都拿来干扰 回尸体温 正因为怎么样 当年人死了 还不要维持体温 不要维持体温了 细胞都死了 所以他就会冰冰凉 所以人死了 中文说什么 冰冰凉冰凉 就这个道理 还有我们一些女同学到的冬天 怎么样啊 哎 这个手啊 脚都冰凉 别人都怎么形容 哎呀 你的手冰凉啊 你的脚冰凉啊 为什么啊 你的像死人一样 为什么啊 死人 细胞都死了 不要维持体温 所以这个能量他就不释放了 因此他的体温就降低了 跟外界的温都一样 跟室温一样 所以 这就是你帮助大家记忆啊 耗能过程 去这个维持体温 好了 产人的形式啊 大家注意了 产人其实就多种多样 第一个是基础代谢产人 基础代谢产人 是平时产人的主要形式 也就是代谢产人 第二个是骨骼肌的运动产人 啊 大家注意这是运动状态下 主要产业形式 那么骨骼肌通过不衰异的 解律性的搜索 不做外攻 那么这是个叫做战利产人 哪个都是中国 寒战嘛 你要大冬天的 突然从温暖的房间里面 走到大冬天 哎 哈尔滨南 什么长春啊 到大冬天的时候 你一下27度28度 我告诉你 动死你 一进去 哎 你说的 有暖气的房间 一到的室外去 确实划寒战 是不是划抖啊 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占地产人 哎 马上就是维持你的体温 起这个作用 这些占地产人 骨骼肌肌不是一个收缩 不做外攻 那么产人量很高 所以这就是占地产人 哎 冬得划寒战 就这个意思 好了食物的特顺多云左右 也可以产人 哎 刚才已经那说了 好了 包括占地活回占地产人 哎 占地产人 就刚才我们说 骨骼的时候说 会占地产人 哎 就是带一些产人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中摄脂肪脂肪脂 哎 小孩子的新生儿啊 那么 由于他的时候 中摄脂肪脂肪脂比较多 那么他会占地产人 占到所有产人方式 大约70% 所以小孩子新生儿 刚生出来的时候 那么他 不会喊战 为什么 他的肌肉没有滑的完全吗 你看他哪个小孩子 在月子里面打个寒症呢 没有吧 所以他主要产人 为了他的主要方式是 赫赤脂肪轴质 那么占它所有会暂地产生中量的大概70%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啊 这些形式包括大约产生 国家的运动产生 以及暂时会暂时会暂时产生这各种各样的形式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产生的调节 产生的调节包括体验艺术调节 神经体验的调节 那么在活在一起就是神经大约胆胞体验调节 体验艺术调节就是各种技术的调节 那么神经系统调节就是含冷漆菌左右下去了 使脚感神经兴奋 所以交感人心疯 交感肆数 血管紧张 全部都是系统 然后这些系统激活 导致大量的水传血流 虚假生传血流 二常患大量分泌 那么这叫神经调节 含定刺激 好了 还有一种就是体验调节 各种感人急速 很多急速可以引起产热 哪些急速会引起产热呢 最最重要的急速 我刚才说了 甲专急速 所以甲专急速也是常常考的打一下 下次哪一种对产人最最重要 那么是甲专急速 下次哪一种产人对技术代理率的影响最大 甲专急速 下次哪一种疾病对技术代理率的影响最大 甲专 所以像这种题目 大家背的是个一块背 背到了之后大家就不用忘记 所以一定要抖到后面 把前面学个的字节 自己回销一下 这样归来自己总结出来 那么背的是最杂势 除了甲专急速之外 还有生产专急速 虚假生产专急速 所以由于生产专急速 虚假生产专急速 你看看 都可以引起产热 所以体验因素的生产专急速 虚假生产专急速 虚假生产专急速 那么神经条件也会出昏迷 二长弯 生产专急速 虚假生产专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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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把这个生产专急速没打进去 教材上面是有生产专急速的 它给你表达没打进去 今年大家注意假生来考虑自己的意思 会不会打进去我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原来考过一次 研究生考过一次 那么是把生产专急速 没打进去 今年会不会再考这个东西 不知道 但是假生产专急速是最为重要的 调节产热或技术才有的最重要的技术 这个考古无头次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这个东西记住 好了大家看看2002年 在进行状态下 人体调节产热活动 最重要的体验因素 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 没什么说的了吗 假装技术打A 这个题比较简单 所以打A去了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 往下看 12年这个四题 成年人受到持续心理寒冷刺激 你比如说外面的体温负20度 你下20度 那么产热量大为增加 主要靠什么方式 寒冷刺激 那么大家都想得到吗 在冬天的负20度 寒冷刺激吧 那么你这个产热最主要的是什么 打寒炸满是不是 所以要占你产热 占你产热主要跟什么有关 谷歌剂 所以打A的 谷歌剂里带一些产热 其实上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不要打谁 很多东西叫激张力产热 激紧张产热 不是 激紧张不是产热 激紧张我们在神经系统的 系统那个章节要跟他讲的 激紧张主要是拥有维持知识 如果在华站 站在这个地方 那就典型的激紧张 你不要有诱人的小朋友要做出事了 就要华他华站 是不是 这就是激紧张 所以这些激紧张不和产热吧 所以只有谷歌剂的社会所占你才会产热 他搞了个谷歌剂的代息产热 谷歌剂怎么代息产热呢 要代息产热 所以这个题目这是一二年出的这个题目不很严谨 应该正确答应 应该是谷歌剂占你产热就是最好的 但是又没什么正确答案呢 你答谁呢 那直接答他了 谁 那么就答D 那么D是比较牵强服务会的 也不十分正确 那只有这个意思解答最近 所以打了答案D 最正确答应了谷歌剂占你产热 这是最好的 好了中世脂肪走资产热 那没什么说的 这是新生儿最主要的产热方式 肝脏代谢产热 这是安静状态的主要的产热方式 那么这几个答案你都搞清楚了是不是 好了继续我们看散热 散热的部位散热的部位 啊烤锅 那么只有一个部位皮肤 特别是多多多大夏天的 哎这男同志都知道 喜欢打赤膊 为什么吃了个身体呢 赤膊了 你说不文明了 哎那时候热的个药命 也不管他文明不文明了 是不是 你看农民工工艺上也在打赤膊 武汉人哎不想念文明的 哎也是什么到处打赤膊 又是公共汽车上面 大热天天上来一个男人 哎打这个赤膊 吓死人的 给那些女同志搞得瞪着眼睛 为什么他已经习惯了 他无所谓了 为什么他要打赤膊呢 他就是为了散热嘛 因为散热的唯一部位就是皮肤 又没空调那怎么办呢 热的个药命他就打赤膊 赤膊是他散热的主要部位 那么为了维持体力平衡他就散热 所以男同志打赤膊是为了散热 当然女同志有时候也打赤膊了 你看看这个女同胞也打赤膊 女同胞打赤膊 那是麦能风烧了是不是 当然这个小姐 不知道大家还有个印象啊 应该很多男同学应该记得啊 哎男同学假设记得 他就很关心国家大使是不是 这个啊大家注意这个会上有名啊 这个小姐会上有名 这个比那也是什么 昌景空都好有名啊 这对我们中国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昌景空啊 敏记 大家注意啊啊 敏记不是个记者的记啊 敏记的记是这个记者的记啊 敏记 一代敏记 所以啊他为什么有名 他也认为把这个什么当小姐 其实就是这个USB接口啊 所以把这个USB接口把这个USB啊 卖的很贵 哎他卖的什么价格 中央台已经报道了啊 这五五千半小时 还真给他报道过来啊 他被抓起来这个报道过来 判了他的刑啊 这个叫敏记 他卖到他什么USB 卖到四十万 四十万一次 那是小姐中的战斗机 为什么呢 价格非常高 哎所以他就把这个会上有名啊 大家就在关心前几年他在网上的东西 哎他就会上有名 哎那个时候他就天天到网上啊 又选富又选他的身材 选了物理就给他搞到有名 哎搞到有名之后怎么样啊 哎他来赚钱就四十万一次 一般的小姐就两百块钱一次 八百块钱一次 他就四十万 所以他还真正有恃不知羞耻啊 那个中央台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过 那个中央台 专门来拨他的时候 来采访他 他还说 我从来就不差男人 所以啊 这种 他们这些人啊 大家注意 打赤膊的原因 是因为说脉弄风骚 男人打赤膊的原因 那就是散热过程 主要的部位 是皮肤 所以他在暴露 坦胸弄肉啊 坦胸弄肺 就为了散热 女同志是为了卖的红烧 男同志是为了散热 所以你这样记 你把散热部位 今天再靠到皮肤 你还记不住 我也没办法了 你就记不住 就记住这个 郭美妹啊 你就记住了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啊 散热方式有哪几种 散热方式主要有这四种 这四种都靠过 哎 年年靠基本上 在这个地方是个重点的内容 第一个是辐射散热 什么意思 辐射辐射是由人 全辐射的形式散热出去 这就是什么 哎 辐射散热 热射的形式 传导散热了 我的热量要传给你 我肯定要结住之后 才能够什么 进去传导散热 所以要结住之后 把热量出一个 温度高的地方 传到温度的地方去 这就要传导散热 什么叫逗牛 对牛对牛大家都知道 通过空气对牛 所以通过空气流动 来加强散热 这就是对牛散热 你比如说 吹天风散 吹天风散散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加强攻击对牛 这就是散热 传到散热 医疗结束 结束什么 结束 你比如说 冰冒 冰淡 你结束冰冰冰淡 你的华热吗 四十度 冰冰冰淡 说不定你下十度 所以 就把这个 高温的这个脑袋 或者业务 这些大血管的部位 这个热量 传给你低温的冰带冰冒 所以冰冰的冰带冰冒 那嘛来下温 所谓传导散热的一种 叠风散 那么就是对牛散热 还种蒸寒散热 隶化散热水分子气化 气化的时候带出原料 那么叫真化散热 正忘 所以真化散热 大家都obi ... 各个人都搞成活散热 有汉嘛 汉牛加倍 汗烈价位 那就振化散热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散热的定义 这是散热的定义 那么大家给这个绿子也搞清楚了 我们看看这个散热条件 散热条件大家注意啊 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什么意思 皮肤温度大于这个不告诉你的 那么末日的环境是皮肤温度37度 为什么 因为你经常体温就是37度嘛 我们皮肤温度就37度 那么它一般处理的时候告诉那个环境温度 哎 多少 里边环境温度是二次多次 今天主要的散热方式是什么 那么就是说皮肤温度37度 环境温度是 20度 那么就是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这个条件 那么它主要的散热方式 当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也就是环境温度低于皮肤温度的大主要的散热方式 只有一个 那么就是 那么其他的可不可以呢 可以 传达散热对对散热可以 但是散热不处达的主要因素 好了 这就它的打一下 第哪里 你一定要区分这个散热条件啊 这个散热条件大家看看啊 无论是伏射散热传达散热对对散热 大家看看都有什么 都有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也就是环境温度小于皮肤温度 也就是说这个环境温度低于37度 那么 既可以通过伏射散热一个通过传达散热一个通过对对散热 但是你哪个为主啊 哎 伏射散热为主 那么这就打一下 所以他经常考虑 万一的环境温度假设是20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病人 散热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你打什么 伏射散热 传达散热对对散热都有 但是以胡适的散热为主要的传达形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真化散热 真化散热比较特殊 既可以是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也可以是环境温度大于皮肤温度 大家看看啊 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哎 你会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 或者皮肤温度37度 环境温度20度 那么不敢真化 也就是你有真化点 不敢真化 从哪儿出来 气道中间出来 呼出的冷空气出来 哎 大家假如没感觉在 你一下15度的地方 你想想一下 你一下15度的地方 你哈气 这个气出来是热气 带出的能量 那么就降低气温嘛 所以当你皮肤温度大于环境温度的时候 就不敢真化 从呼吸道中真化的 这种能量散热 好 缓过来假设皮肤温度大于等于环境温度 可敢真化 什么意思 流汗嘛 可敢真化看到你的肚大的汗流出来了 你比如这个时候 环境温度是40度 皮肤温度正常是37度 这就是比环境温度大于皮肤温度 你看看 你是不是拼命流汗了 这就看得到的 说一下可敢真化 可敢真化学习上就是流汗 大家注意啊 有一年研究证考了一个 皮肤温度等于环境温度 都是37度 问你什么的散热方式 少了吧 皮肤温度等于环境温度 你看看 只能可敢真化流汗 假设你还想不到 你看 外面的气温假设37度 你是不是觉得很热呀 是不是要流汗了 你这样去也可以嘛 所以皮肤温度等于环境温度 水温度 大于环境温度 都是要 环境温度 大于皮肤温度 火于环境温度等于皮肤温度 都要什么 流汗的 所以大家什么都知道了 好了 至于这些影响因素从来没考到过啊 为什么这影响因素 这我是从八年载教程上跟他抄来的 面积 T1面积 对他有影响 都有影响 温度对他有影响 那么胡适散热是最有影响的 这因为最有影响的 那么空调降温 空调降温 我把这气温降低了 哎 你是最舒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环境温度小于皮肤温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什么 主要散热黄石就是胡适 假设我把这个皮肤温温 降到你的皮肤温度37度以下 那么你主要采于胡适散热 你就感到非常舒服 是不是 所以大家带到空调黄里面就跟他胡适散热就这个道理 好了 其他因为影响都有影响 但是不是很高 石头 温度 风都对他有影响 但是最主要有影响 对牛 是不是 对牛对风速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 呼呼呼的叫 北风呼响 哎 你杀人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就两块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 这因素 大家还要注意啊 举例这个一个例子 大家注意了 这个例子是大家的考试重点 哎 大家只有理解这个定义了 这个例子才知道 空调降温 哎 空调降温 气温降低了 那么你把你热的物体 哎 我们的体温 37度 传给那个不热的物体 里面的室温只有15度 那么你觉得很失误 这就叫胡适散热 冰带冰罩 是把这冰带冰罩给你的人体接触 要么给你脑袋接触 要给你野窝接触 大血管接触 那么 你就把这接触之后 把这个 高体温 哎 被这个冰带的体温都吸收了 从温度高的一侧 到温度低的一侧 这种散热 我们叫传达散热 还有一种对流散热 就是电风扇 加强攻击扭动 对流散热 还有一种 大家注意是酒精茶玉 哎 酒精茶玉 酒精的飞滑性很强 但那飞滑的时候跟水分一样 要带走一些热量 所以这叫蒸发散热 所以就举到这个例子 这大家参考点 不是考过一次 研究社也经常考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他经常考这些东西 你稍微不注意啊 大家就搞分校了 所以大家终结掌握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定义 第二个方面 散热条件啊 他一般给你散热条件 然后要来打散热方式 第三个 举的例子 这几个就是经常考到的 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 好了 我们看看11年这个四题 大家看 在环节温度低于30度 哎 环节温度低于30度 当然也低于我们体温了 正常体温37度嘛 低于30度 集体在安静状态主要是散热方式 我跟大家说了 只有一个什么 胡适散热 尽管你环节温度小于你皮肤温度的时候 那么散热方式有胡适散热 传导散热 对于散热 但是以哪种为主 胡适散热为主 占80%以上 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A 所以A就这样出来的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题 以系列考的这个题 用酒精跟高热患者茶余 散热方式是什么 哎 这个酒精茶余 酒精辉化性很强 在辉化的过程中要带啊 带走 大量的热量 热量 那么蒸化的过程中带着热量 那么我们叫做蒸发散热 所以酒精茶余最主要是你用它蒸化散热的原理 所以答案是C 所以这种举的例子 各有什么散热方式 这是大家考试重点 因此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在心中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汉液啊 汉液第1个 大家成分啊 这个在研究生技上考你们考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啊汉液汉液大家注意了 哎 很多同学都知道汉液水汉液那么最主要成分 是水分 占99% 固体成分占1% 那么固体成分最多的就是绿化了 还有少年绿化钾啊乳酸的尿素 很多同学就说了哎 绿化钾我知道为什么 汉液大量流汗的时候我把这个袖子的 擦我的口 嘴巴上来 嗯 再一擦 哎 汉液就在我嘴巴里面去了 我就知道 什么味道 咸味 咸味嘛 肯定绿化了 哎 很多同学就知道了 是绿化了 好了 很多同学知道我家出个题目 我说大量流汗 造成脱水 尝尝什么脱水 哎 就错了 我在外科也跟他讲过 很多同学就说我只要一擦 哎呀 大量流汗 大量绿化了 从汉液中丢死 肯定造成的是低声音脱水 对不对 错 造成的我家的外科也跟他讲过是高声音脱水 我也是 因为汉液是低声液 不是低声液 也不是高声液 低声液 低声到什么程度 它的含绿化的量 大家注意是0.25% 其实我们正常 是在0.85%的 4分之1左右 0.25% 大量的这种把低声液 渗出来 你想想这不是产生高声音脱水吗 所以汉液流多大高声音脱水 汉液流多大会口渴 口渴就是高声音脱水 你这样也可以给他记住是不是 大家注意啊 汉液怎么来的 汉液不是血浆很简单的粒出 是汉线细胞主动昏迷的 什么叫汉线细胞 大家看看 这是个皮肤的结构 这个皮肤结构中间 这些 这个就是汉线 这个汉线主动 把这个 汉液主动的昏迷出来 刚开始昏迷出来 大家注意是等声液 那么为什么最后变成低声液 大家注意了 当汉液流进汉线管的时候 在全骨头流入一下 那么氯液中的氯液中的氯液 是个好东西被吸收了吸收了之后 这样汉液就成了低声液 所以 他也可以这样说 汉液浓度的条件主要跟哪一个基础有关系 它什么 它全骨头 汉液的分泌主要是什么分泌主来 主动分泌 汉液是什么的液体 低声液 刚刚分泌这种液体 等声液 为什么汉液从低声液变成的 低声液 为什么这种 等声液变成的低声液 是因为全骨头的作用 哪种技术参与汉液的条件 是不是这都是液 考试知识液 所以这个你们考的比较少 研究人考的比较多 所以跟大家重点讲了 怕他像研究人一样 总在考虑这个东西 希望大家您注意 好了第四个 大家讲的是自己的华汉的条件 华汉是一种缓射性活动 那么它的条件混为 温热一些华汉 精神的华汉 大家 估计没有给他分清楚 那么我跟大家一讲 大家都知道 整个华汉内心 包括温热一些华汉 精神的华汉 温热一些华汉 大家最有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们气氛高了 大汗的泥 这就简单的 温热一些华汉 什么叫精神的华汉 当你精神因素引起的华汉 那就精神的华汉 你不是非常恐惧 你走到路上大马路上大马路上全部都黑的 因为露灯 你到这个时候非常紧急 很紧急 你又要走 怎么样啊 非常紧张 恐不偏洋的派 恐不偏洋 好 这个时候的华汉 那就是精神的华汉 比如说你汉的华出来了 所以 温热也华汉 那么出汉的华汉 全身到处都有 那么精神也华汉 大家知道我不知道哪里有啊 不知道哪里有 你看看那个恐不偏 那个恐不偏洋说这个地方会上恐怖的时候 光往那个导演 就要那个摄像师把这个镜头拿进 那里在哪儿啊 那里在额头是不是 额头痘大的汉珠往下滴 就证明他什么会上恐惧 大家说 还有个地方 周指头 脚指头 你说哪个拍电 拍个臭脚鸭子呢 拍个臭脚鸭子你看了 没人看了 所以尽管精神有华汉 哎 臭脚鸭子咱们也有很大的痘大的汉珠流出来 有个人拍啊没人拍 拍个前额 画面拍得很美 有人看 拍个臭脚鸭子相当讲 没人看 所以 那么你再跟张一某建议 你说张党 你在以后拍这种恐不偏 机身发汉的时候 你要拍到臭脚鸭子 除了拍臭脚鸭子 还有手掌 手掌你又怎么拍得到呢 难道那个人在这个机身发汉的时候呢 把两个拳头握到了 哎呀想打你 你给他手掌伸出我一看呀 在逗他的汉珠 不会嘛 所以手脚鸭子是有 别人不拍 手掌是你看不到 所以还有前额 只有拍前额了 所以大家就搞看了精神发汉的时候在前额就斗打的汉珠安低 这就是恐怖片 这就是精神发汉 文艳也发汉大家很熟悉吗 还有快什么呢 汉流浃背 全身都有 这就文艳也发汉 希望大家注意智慧的神经 这个考了无数字 研究人员经常考你们也经常考啊 希望大家注意了 为什么 用文艳也发泛是交感神经支配的 而交感神经后面的神经地质都是什么 身上耶稣或虚假神上耶稣但是他是个例外 支配 汉线的这种交感神经是胆见的神经支配 胆见的神经支配那么他神经地质是什么 以前那年 是不是跟你想当人相反了 所以跟你想当人相反的那么就经常考考那里经常出 所以文艳也发泛 他说交感神经后面的神经地质是什么 分泌神经地质打什么 打一千三年不要打身上耶稣 身上耶稣觉得错误的 这个研究生考过几多次的 你们也考过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精神化看了 那就跟你想当人一样的 当然你紧张的时候你看过恐惧的时候 肯定交感神经信混嘛 交感神经信混那么就身上耶稣的神经支配的汗泄 那么身上耶稣分泌出来了 所以这个 他不会考你 为什么 考到你就是送分体吧 很简单嘛 恐惧的这个肯定 应激状态要交感神经信闻 交感神经信闻 身上显出能 显微昏迷 出来是不是 只有这个温热也化汗 比较特殊 它分布的是 单间的线 分布的神经地质是一线单间 所以这个应用考到大家 好了 那么主要的功能 温热也化汗主要参与体温的调节 所以大汗淋漓的时候就参与体温调节 那么精神经法汗呢 有体温调节关系不大 这两种计刺既可能相互存在 也不能接受分开 所以有一定 一年基础 这些两种法汗的内心 好了我们再来看体温调节 体温调节第1个大家要知道它的感受器 这个感受器分布在哪儿 它和外周感受器中枢感受器 跟我们那个化学感受器是一样 一个在外周 当然这个外周不是我们请多么提 主动提 它的皮肤黏默那一张 一个中枢在下枪了 它的体温调节中枢PoH 调节中枢也叫做下枪了四千区和下枪了全部 那么它用英文表示就PoH PoH这个中文银行 杨文希望大家记住 在考虑中枢常常以这个杨文出现 PoH出现 所以大家假如不知道的吧就OK 找不到题目了 那么在外周这种感受器 主要在皮肤上面 大家看看这个皮肤的 结构头刚才我应该说了 这刚才说的是汗线 大家看看这个旁边的 蒙郎旁边的这些温度感受器 那么专门有冷的感受器 大家看看 这像葵花一样像是葵一样的 这些能感受器 所以这就是皮肤上的这种感受器 所以皮肤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食尼默烧 成为它的温度感受器 既可以感受它的什么 热 叫热感受器 也可以感受它的冷 能感受器 所以当局部温度升高的时候 热感受器兴奋 降低温度降低的时候 当然能感受器兴奋 那么中枢的神经呢 PoH的神经元呢 它有中枢感受器 那么中枢的温度感受器 主要是神经元 所以跟神经魔少是不一样的 外周主要神经魔少 中枢主要神经元 那么 一样的道理 当局部温度 老的 中枢神经元 老的 局部温度正高的时候 它会导致什么 热敏神经元兴奋 那么 当局部温度降低的时候 是冷敏神经元兴奋 冷敏神经元 大家注意主要在网站结构工厂河 那么热敏神经元主要在PoH 这个 下车老师前去 或下车的前部 这也是部位 小伯爷子记 我只能告诉你 接着目前为止 只考了个PoH 没有考虑具体的部位 只考了个冷敏神经元 热敏神经元 发生了冲动 所以没有考虑具体的部位 所以你说今天考不考你 我说缓 不超纲 只不过是接着目前为止 你职业一次 研究生都没考过 这个具体的部位 基本没有考的这么难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体温条件 体温条件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大家知道的 体温条件中枢在下车老 这考过一次 考过一次大家都知道了 下车老刚才我们讲了 它的PoH 这些部位的 温度敏感性生经元 热敏神经元 那么在局部温度增高的时候 兴奋增强 在局部温度增高的时候 兴奋增强 把这个东西传信息传到下车老的中枢 体温条件中枢 那么对于体温条件中枢进行整合 它整合的中身部位在哪儿 就整合中心部位 PoH 考过一次 并且是这个阳文出现的 下车老的四千区或下车老的前部 PoH 这个什么 中体温正合的中枢 传到这来啊 在哪儿大家在下车老的这个部位 好了这就是他体温条件中枢 那么07年就考了这个简单的指引 体温条件中枢在哪儿 在下车老 所以正确答案为C 这个是重问题的 连这个都达不到 那已经是5 那已经你的水平 是你学习白学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体温条件的学说 体温条件学说考过两次 两次的这个原题 体温条件的学说就是恒温系的调节原理 什么意思 就跟我空调节恒温系都是一样 你看我打空调 我想这个室内温度打到 25度 我就给他定在25度 也就这个体温经过这个空调 作用之后这个室温经过空调作用之后 给他恒定在25度 换字 假如我现在25度的体温高了 我给他调到18度 那么就通过这个 空调的作用 把他在18度这个地方 取得平衡 那么体温条件也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设定一个机体 要设定一个调定点 你比如说正常体温起的调定点就是37度 那么在37度 这个就是我一个正常体温条件 调定点就在这个地方 你偏离这个 37度比这个37度高 那么我散热要加强 产热要减弱 缓字 假如你把这个体温 低于我37度 那么我的产热要加强 散热要减少 总之我也是那37度的稳态 所以他这个恒温相的调节原理 跟空调的调节原理 很相像 这就是调定点学说 好了调定点学说 大家注意了啊 总考个两个四例两个四例 那么都是这个事情 猛热疾患者在投入寒暂高热的时候 体温打39度 那么投入寒暂高热 投入寒暂高热 这是由于什么 这是由什么原因 导致的寒暂高热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先 你寒暂高热再体温 很高很高39度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就是体温调节点上移 我平时的体温是37度 那么这时候就把这个体温调节点 定理标准定到39度 那么这时候我就 我觉得 因为我的体温 要向上移 那么这个产热就要增加 产热怎么增加 我刚才说了 最常见那个产热增加的方式 就是寒暂 暂地产热 是不是 所以我一个暂地产热 产热增加了 到了39度 我在这个地方给它稳定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化成寒暂 寒暂的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就把这个体温调节点往上移 一拉两头 在39度降低平衡 那么你的体温 就永远只39度了 当然你说我 我就用 用这个药物把它降下来 那是铃铛免的 我这是考虑你的就是 体温滑烧之前 为什么常常有寒暂 就是因为调节点上移 所以这个体温考过两次 所以答案为 大家知道有什么回事就行了啊 咱们 咱们 momento 咱们 你们 咱们 差不多